天氣方面 雨淡即將襲台 之兩天 各地水氣跟降雨機率都開始增加了 還要留意午後雷震雨 而氣象書也特別提醒 尤其是星期四開始到下週一 受到低壓帶的影響 全台灣天氣都會變得不太穩定 尤其是南部地區的降雨時間長 容易會有大雨 甚至是局部性好雨發生 而另外安比颱風在今天凌晨生成了 但是對台灣沒有直接的影響 西北太平洋擾動發展湖月季瑪利亞山神颱風之後 週二凌晨兩點 安比颱風也形成了 緊接賽後還有一個低壓系統 可能成為今年第八號颱風悟空 不過共通點是對台灣不會有直接影響 不過未來要到日本旅遊的民眾需要注意 第五號颱風瑪利亞在昨天早上登陸日本以後 已經在今天清晨兩點減弱為熱帶性低氣壓 這間清晨才行程的第七號颱風安比 它的位置逐漸向偏北的方向移動 在星期五星期六這段時間 會往日本東南方海面以及東方近海移動 但台灣未來一周天氣還是不穩定 週二 週三 午後各地有局部短暫雷震雨機率 山區也有局部大雨或是好雨發生的可能 週四開始到下週一 第二代影響全台浴室都會更明顯 尤其中南部降雨時間長 對流容易發展 有局部大雨發生機率 甚至不排除有更大的雨勢 在第二代裡面 新南季風是在影響我們的 尤其週末到下星期之初 中南部的降雨是整天性的降雨 可能會出現局部性大雨 如果對流更旺盛一些 就會有局部性的豪雨 其他各地降雨時間也不會只有在中午以後 但其他各地中午以後 也會有明顯的像局部性大雨 甚至局部性豪雨發生 降雨狀況可能持續一周 至於台灣附近到日本南方海面 仍為大跌壓帶環境 未來是否還有熱帶系統發展 氣象署將持續密切觀察 記者 珍珍零星 台報道